花蓮东华大桥旁边的土地是归退府会所有 不过过去呢长期遭到了杀石业者占用 虽然说近期杀石场已经撤离了 不过现场还是可以看到堆放很多的废弃物 有的甚至被埋在了土里头 相关单位接获了检举展开追查 要对违规的不肖业者进行开阀 废弃轮胎丢在地上 另一边还有好几座输送带全被闲置在这 退府会在花蓮东华大桥旁的这块土地 过去长期遭杀石场占用 经法院判决要求砂石场离开 并清除地上物 不过人是离开了却留下一堆废弃物 其中有几个点 档头是有铺设一些瀝青等等这些东西 在挖掘大概是在一米多 将近两米的时候就发现到 有非常多的废弃物 不只有地上就连一旁山丘跟脚底下的泥土里 都掺杂许多垃圾 怀疑违法乱丢行为已经很多年 就怕对土壤水质造成污染 相关单位展开追查 这些依照我们的废弃物 请你把第46条 它这个任意掩埋 而且未经地主同意 是需要移送的 所以我们这边会收集相关的 市政人政公务政之后呢 然后全部把它移给我们 警方这边来做侦办 违法占用土地还遏制掩埋废弃物 后续相关单位全力追查 要将对土地造成的伤害已已久责 借沉浸业欢迎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